24日福布斯203中国名人榜出炉 范冰冰登榜首 周杰伦局第二 刘德华局第三 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首次上榜即名列第16位 福布斯名人榜用收入和曝光率两大指标 来衡量名人的商业价值 收入直观地体现了明星的商业价值 以及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 同时也能体现出各领域的变化趋势 电影界大腕保持稳定排名 同时因之两年《甄嬛传》 《步步惊心》等电视剧热播 不少电视剧界的新秀也机身榜单 或排名大幅上升 比如孙力就成为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明星 从去年的第96名上升到第22名 不过福布斯这个榜单也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 比如有人认为周迅去年有多部电影上映 但其排名却只在第91位 而戎祖尔和林峰成为电视曝光率的第二名 和第三名 一项版税收入都很高的郭敬明 也没有出现在一百人中 都让人有些意外 呼六语的余温苏帝 张力发达